本期有剧透,请紧张地往下看 怎么说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一直在入戏和恶心之间反复横跳 总的观感就是很不舒服 你说他讨论了二胎和性别问题 但又都是前肠遮置 我最烦的就是打着某某的旗号 但一点东西都没有输出的电影 但你要说这部电影烂吧,它不至于 其实前半段的节奏镜头表现的都很不错 开片的葬礼,包括葬礼之后的踢皮球营造得很好 演员的表演也很好 尤其是姑妈和姐姐两个人 尤其是姑妈,真的是绝了 但越看到后来越失去耐心 十分钟一个泪点,摁着你的脑袋告诉你该哭了 我特烦这样的情节就很低级 另外还有很低级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主要男性角色 可能除了弟弟,每一个是正面形象的 要么贪,要么懦弱 这种手法其实很不高明 脸谱化的性别其实是会让整部电影变成一种宣泄 如果只是用垃圾男人来彰显姐姐们的好 或者说是女性好 我觉得这是侮辱 我主要讲讲姐姐和姑妈,姐姐和弟弟吧 我觉得姑妈这条线是最可惜的 姑妈和姐姐应该是两种姐姐的代表 一个像是被套娃一样被各种套住的传统的姐姐 她们遭受了太多的不公 她们也觉得不公 但长久以来的思想熏陶还有心软 让她们就算不愿意也做了 我觉得她们这么做不应该受到指责 因为错的是她们的家长,她们的环境 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姑妈对姐姐是道德绑架 就是那种你是个好人,但你做的不是好事 后来吃西瓜的那场戏让我对她态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觉得姑妈只是在输出她的观点 她觉得她身为姐姐就应该如何如何 她希望姐姐不要抛弃弟弟 毕竟弟弟是她的亲人 但她也知道姐姐可以不这样做 她内心也希望姐姐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或者说她内心是希望姐姐不要走自己的路的 姐姐就像是一个掉了底座的俄罗斯套娃 不必再受限于套上哪个娃娃 她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能为了自己活着 这其实是那些要逃离自己原生家庭的朋友的很好的朋友 就像里面的一句台词 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个人是非常鼓励女性 如果有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就狠心抛弃 很多原生家庭就是看准了你的心软拼命的吸血 人的一生陪伴自己最长的只有自己 所以我觉得人必须要对自己最好 其他都是其次的 割肉为因的那位是佛,不是人 当然如果你觉得结婚生子是你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的选择是对自己好的一种体现 我是非常的支持的 第二我再来说说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首先弟弟这个小朋友演的稍微有点让我出戏 他特别像我之前拍过的一个小模特 讲话含含糊糊的 带的好的时候是无比的真实 但长串的台词就彻底完蛋 可以理解但下次选角 真的可以选个稍微大一点的男孩 最开始的弟弟是个熊孩子 但我觉得弟弟不是真的熊 只是小孩忽然一天没了爹妈 然后要跟一个差不多是陌生人的姐姐待在一起 肯定是会闹的 但带入姐姐的视角我是真的生气 同时我生气的时候 电影院的人还觉得好笑 我就觉得更生气了 对弟弟印象好起来 大概是在地铁站那里他着急的样子 越到后来也越来越狠不下心 理智上对于送走弟弟 不管是对弟弟还是对姐姐都是好的 弟弟能有一个家 能有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 姐姐能读书能恋爱能结婚生子 但情感上他真的就是血缘的羁绊 我觉得他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 这种话很智障 但是就是会忍不住的去想这种羁绊 人类的感情真的是很复杂的东西 姐姐对于弟弟的情感的起点 其实并没有处理的很好 姐姐和父母的关系 因为弟弟陷入冰点 这一点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 之前有他不想装瘸子的回忆 有他口述被改志愿的事情 但这些事情之间并没有一个连续性 那种恨没有日积月累 最后在弟弟出生时爆发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作为基础设定 问题也不是很大 姐姐对弟弟肯定是谈不上痛恨的 他更多的是觉得嫉妒和不公 爹妈造的人 我来养凭什么 责任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但自己做起来真的太难了 姐姐的转变我觉得处理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姐姐在和弟弟的相处过程中感受到了责任带来的那种被需要的满足感 满足感也就是对自己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到这里我觉得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本篇迎来了结局 这是什么使样的结尾啊 我看的翻白眼翻的隐形眼镜都要划片了 别说什么开放性结尾 开放性的结尾请参考右肩奈良的结尾 就算你不知道怎么结尾了 不知道姐姐是不是会送走弟弟 那就拍两个人并肩走在去药园的路上 或者去随便哪里的路上 现在这个结尾就 姐姐把房子卖了 机票订了 很明显就是要走了呀 不签字开始和弟弟踢皮球 就像是为了弘扬伟光正的道德品质 空喊的空洞的口号 除了恶心一点都不剩 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的结尾 用右肩奈良的那种是很好的 好的电影说完了 我再来说说有的没的的小想法吧 我看网上的宠女儿的段子也好 视频也好 总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女儿像是胡害 是用来宠的 但遇到大事的时候 都是给大儿子扶苏的 我其实是有点反感的 就感觉有点惨媚 当然这是我得一家之言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那就是你对 我真的太烦去看这种问题的 真论言论了 另外关于这部电影 我是有代入感 倒不是重男轻女的代入感 因为我本人是吃到了计划生育的红利的 我成长过程中 并没有遇到针对我的那种糟心事情 但我爷爷奶奶是个很喜欢我大伯 但因为我爸不是个女孩 所以非常偏心长子的人 这么多年 大伯赌钱欠债 都是爷爷奶奶在还 后来爷爷去世 奶奶中风 旁人还会用 他是你哥来绑架我爸 我其实特别的恶心这句话 我常常觉得血缘关系是羁绊 更加是枷锁 它让我们被困在一张无形的网上 我们就像是蜘蛛网上的虫子 慢慢的就被熬死了 所以其实我也在思考 是不是失掉了血缘关系之后的家人关系 会变得更加纯粹 比如领养之类的 没了你是我基因的延续 我不允许我的基因变成这样 这种情绪在 进而会少了很多 我都是为了你这种枷锁 当然我知道这是双刃剑 不过都是一些 我的不成熟的想法罢了 最后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家里的除了我爸之外的长辈 都会有意识无意识的 给你灌输结婚生死的思想 之前我还会说几句 但我现在已经不说了 不过我真的很讨厌 你现在还晓得你长大了 就巴拉巴拉 但事实上 子妃于安之于之乐 每个人的每一种选择 就是一场赌博 赌晚年季末 赌孩子会不会像是我大伯那种废物 都是在赌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区别在吧 反正最后我们都会变成灰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是千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